2003年收到投资最热的非ETF莫属 而国内的ETF基金市场规模 也迈向四兆大关 从指数型到高股息甚至月配息 这么多的关键字中 该如何选出标的达人交战 其实有投资心法 很容易受到恐慌或是因为贪心 但事实上它就是最安全的策略 你要想象你一旦买了这样大全值的股 你就是跟全台湾最有钱的人 获得相同的投资报酬率 投资ETF多数人想的就是退休后 还有被动收入 假设目标月领三万佩席当退休金 以目前最夯三档分析 老字号0056元大高股息 持有张数得有163张 换算总成本破580万 国泰永续高股息必须持有近300张 成本直逼600万 相对门槛最低的是00919 持有张数163张 成本366万就能达标 0050这一种策略的缺点 就是他非常无聊 他都会无聊到你实在好想做一点别的事情 ESG可能是目前听起来比较明显的趋势 网上的原因就是因为各个国家或是各个政府机构 都开始要求他的退休基金要买这个 达人透露买ETF两大口诀 只进不出有钱就买才能往财富自由迈进 而台股ETF规模直逼四兆大关 也出现九千金门槛破千亿元 以受益人数来看 人气最夯的是国泰永续高股息00878 受益人数破120万 其次0056也破百万门槛 第三名0050则有72万大军 但买ETF也不是稳赚不赔 同样有风险 一旦净值跌幅过大面临下市危机 手中持股就会变壁指 乡村ETF养老从年轻开始下手 更能以钱滚钱创造更大福利 靳新闻学习马恩凯 于家瑋采访不到 立刻下载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靳善靳美靳好新闻